你俩不是夫妻吗 不是夫妻啊 我跟他在离婚呢 已经闹了多久了 我跟他分居大半年呢 你分居了 对啊 我一个人带着小孩 一个人养小孩 一个人搞着这个垫子养着小孩啊 52岁的于强与妻子孙云相差20岁 两个人仅仅结婚三年 就出现了变故 偌大的房间内 看起来如此凄凉 于强说 在事发当晚 他与妻子在麻将馆外产生了矛盾 发生了争吵 此时迎面走来一群陌生男子 不由分说地对他拳脚相加 于强在心中猜测 这群男子肯定与妻子有关联 因为自己从未在外接院 回想起当天的事情 年过半百的他竟然流下了眼泪 他不知道 为什么身为妻子的孙云 在当时选择了冷眼旁观 没有伸出援助之手 于强为了解开心中的结 他来到了他与妻子所开的麻将馆 妻子见到他的到来 选择离开不愿多做解释 孙云声称两人已经分居半年 在洽谈离婚的事宜 也表明自己并没有做过 唆使他人打自己丈夫的事 于强之所以那么肯定 是因为当天他在离开麻将馆之后 妻子打了一通电话给他 他返回之际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两人一度再次发生争吵 于强在一旁迟迟不肯离开 是因为心中的结还未解开 此时去到社区查看监控 在监控中 他则返回麻将馆 与妻子发生争吵的过程中 迎面走来四位黑衣男子 其中一名男子对于强动手 孙云也在此刻放下孩子进行劝阻 可在于强看来 妻子只是做做样子 并没有打算实际行动 于强有过三段婚姻 而妻子孙云也有这两段婚姻 两人惊人介绍走到一起 于强表示 与妻子之间并无感情可谈 甚至直言到自己 只是为了能够有一个女儿 才选择和孙云结婚 而孙云之所以选择自己 是看待自己经济优渥的情况下 才由此决定 两人皆是在公平交易下 才完成了这段婚姻 那这段婚姻又何来矛盾之说呢 于强说 事情发生今天的局面 也是因为自己的经济情况 日渐愈下 现在已经无法满足 妻子的所求所需 妻子才会百般挑剔 生意和投资上的失败 如今家中只剩一间麻将馆 妻子不愿意将麻将馆的收入交给他 两人之间 才因此产生了矛盾点 于强因为妻子的所作所为 感到气愤 原本的初心只是为了让妻子明白 谁才是家中的主人 谁曾想失手将妻子推倒在玻璃上 才造成了无伤 看到妻子受伤后 心中感到愧疚 也给予了三万元的补偿 可是在孙云的心中 已经留下了很深的阴影 这件事并不是能用钱所能解决的 在事件发生之后 孙云在心中慎重思考 还是决定将这段婚姻继续进行下去 但前提是将于强的房子过户到女儿的名下 可是这一行为却遭到了于强的反对 甚至怀疑妻子此番行为是打算另有出路 孙云却表示 如果自己真的如于强所说的那样 自己完全大可不必如此辛劳地照顾麻将馆 可以选择做甩手掌柜 能得到更大的利益 孙云说 之所以会选择大他二十多岁的于强 不过是觉得年龄大的男人能够懂事 照顾家庭 并且他也有一定的经济条件 能够没有那么多的坎坷 走完余生 孙云表示自己的第一段婚姻也十分的不幸 第二次婚姻 他选择了年长自己二十岁的于强 也是认为他会在两人发生争吵的时候会让步 可是这一想法并没有得到失线 丈夫更是喜爱打麻将和买彩票 让他感觉到自己再一次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于强在这时拨通儿子的电话 却没有得到应答 他说在此之前赔偿妻子的三万 有一万五千是刚毕业儿子给予的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也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 让儿子对自己失望 随后拨通于强妹妹的电话 他在那头显得十分激动 表示孙芸与自己哥哥结婚就是有所企图 还连累自己哥哥变成如今身无分文 生活都难以维持下去的局面 还需要靠着亲戚的接济 于强如今的家中 早已没有往昔的家庭氛围 遍地都是布满了灰尘 由于他才搬来长沙几年 也没有什么亲朋好友 平时都没有什么休闲娱乐 显得他甚是孤单 妻子和女儿是让他唯一感到温暖的人 于强买彩票这一喜好 让妻子没有了安全感 他意识到问题 也有做出改变 只是效果并不显著 曾经的他有着阔绰的生活 不需要为家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所担忧 随着经济的衰败 他选择了买彩票这种天降骑兵的想法 来改变现状 夫妻两人家中有着一张上下铺的床 这是他专门为孙云与前夫所生的儿女准备的 作为一个男人 他已经很是大度 家中的一脚堆满了女儿的物品 由此可见 他深沉的父爱 人到中年 迎来的贴心小宝贝 更是视他为生命一般重要 如今和妻子面临着离婚的问题 也将失去女儿 这是他所不能够接受的 第二天 两人相约律师来解决此次事件 坐在饭桌上 孙云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更让他感到心寒的是 曾经两人以开玩笑的口吻 他向丈夫要房产证来看一看 丈夫逼他如币贼一样 将房产证藏了起来 走到离婚并不是一时的兴起 而是许多事情的累积 让心中感到堵塞 听着妻子眼含泪水的控诉 于强低下了自己的头 感受到对妻子所做的伤害 也承认了自己的不足 可是这一次 他已经无法挽回妻子的心 孙云说 自己可以什么都不要 唯一想要带走的 只有心爱的女儿 同样是女儿为珍宝的于强 也表示自己不能够离开女儿 自己有较好的生活条件 可以让女儿以后的生活 得到更好的发展 两人之间或许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 但是对女儿的爱都是真实存在 面对女儿两人都不愿意退让 最终调解无果 双方选择走法律程序 而后 孙云将女儿接到饭店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着饭 场面十分温馨 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三人还在一起拍了一张全家府 走出饭店的于强红的眼眶 此时此刻她才明白 妻子和女儿对她的重要性 她希望在起诉之前 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一局面 得到一个幸福的家庭 女人最重视的就是男人对她的态度 态度决定一切 哪怕你各方面进步如人意 只要你有一颗细心 照顾家庭 对妻子好的心 你根本就不能够想象 这个女人会有着怎样的决心 陪你走完此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